这几天的早上 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来认真一些思想一下 你认识耶稣基督 你说我活着就是耶稣基督 你那个认识要很准确 你不可以随便 是这样一刻 差不多先生 总之就是基督 你为祂而活 当然很重要 当然你应该为祂而活 但圣经再和我们讲的是 活着就是祂 这个是和这个为 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我选择了和大家来去思想 我们祖堂的题目 认识基督 我选择用的方式就是和你看一看 耶稣基督的四个不同的事件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祂的道成人生 明天我们要看的是祂的受死钉十字架 第三天我们要看的是祂的復活 第四天我们要看的是祂的再来审判 刚才主席都和我们已经读过肥立比书第二章 我想再和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 我们不会读太多 但我希望这个经文是你可以作为参考 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一节开始 这书圣经说 太初有度 度与神同在 度就是神 这度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做的 凡被做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做的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一开始已经不简单了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发觉一个人去报道会决志信主 我们会送一本约翰福音给他 约翰福音到最初已经很深 度是什么呢 我们中国人都说度 我们是度家思想 度可度非常度 我们可能已经解错了 非常度不是非常之度 不是普通的度 圣经所说的度 是不是就等于我们中国 国 度家 老子 道德经所说的度呢 当然不是 新样圣经所说的度这个字 大家都会懂的 logos 如果你听过那只福音船 福音船logos 可惜已经沉了 现在走来走去的那只叫doulos 那只中博号 logos这个字 在当时的文化背景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 为什么呢 我解释给你听 古希腊他们的思想 帕拉图这个哲学家 在讨论宇宙的来源的时候 他写了很多对话录 可能你也会听过一下 帕拉图的dialogs platos的dialogs 在其中一篇的对话录里面 叫timaeus 他里面就提到这个宇宙怎么来的呢 可以算数算出来的 有一条公式可以算出来的 这个公式里面最重要的那个 那个常数 那个不变的数 那个constant 就是这个logos logos是希腊人认为 宇宙创造的那个锁示 所以呢 logos在约翊福音出现的时候 你留意到他说一下 他太仓了就在书 他跟神在一起 这个道呢 同神同在不得意 万物值着他做的 凡辟做的都是 就是透过这个logos 做出来的 logos里面有生命 约翊福音再进一步 用这个观念来到介绍 主耶稣基督 他说道就是神 然后去到第十四节 再提回这个道的时候 约翰就说 道现在成为了肉身 The word became flesh 道成为了肉身 成为了人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福音介绍耶稣 和其他三卷的福音书 介绍耶稣很不同 记不记得马太福音 怎么样介绍耶稣 阿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哎呀好烦啊 家谱 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 哪有这么正确的 真的没有这么正确的 是特意作出来的 哎呀圣经不是乱那么作的 不是乱那么作的 因为如果你熟悉犹太人的背景 他们的写作习惯 十四这个数目字很有意思的 犹太人是用他们的字母来计数的 所以Aleth A 是等于1 Beth B等于2 Gummel C等于3 一路数上ABCD一路计数 你可以计下去 大卫这个字 David这个字 你把他的字母拆开 加起来 总数是十四 周联华牧师 在他的基督论那本书里面 解释过这件事情 所以马太福音 介绍耶稣的身份 是怎么样介绍的呢 是说他是大卫的子孙 追上去可以追到 阿伯拉罕的应许 用旧约圣经 来到介绍耶稣的身份 马赫福音 怎么样介绍耶稣 你们不背福音书的 第一章第一节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 马赫福音 开头就说他是神的儿子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为什么用彼得 这个该撒尼亚 肥立比的认讯 来到开头 你知道吗 因为马赫福音 跟彼得很有关系的 是吧 是仕途彼得 厚受 马可不禄 的福音书来的 所以彼得想一想 怎么开场白好呢 有了 用我那次 承认耶稣基督的 说法来到开头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福音的起头 路加福音 怎么介绍耶稣基督 我不需要你眼白白 看着我了 打开一本圣经看看 你告诉我 路加福音 怎么介绍耶稣 我们背很多 三章十六节 我们肯定是不背 一章一节 路加怎么介绍耶稣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提尔菲罗大人 他跟耶稣没关系的 有关系 他是耶稣的信徒 提尔菲罗 这个希腊的名字 为什么呢 有没有人知道 帝尔提尔这个译音 就是上帝的意思 theology theos 这个是希腊文的神的字 费罗这个字 费罗这个字呢 费罗这个字呢 爱这个意思 神所爱的 或者说爱上帝的 两个意思都可以的 很漂亮的这个字 所以你儿子改个名字 提尔菲罗 提尔菲罗 不如不要叫大人就行了 神所爱的 或者是爱神的人 我现在介绍耶稣基督给你们 所以路加福音 是从一个信徒的角度 来到去看耶稣基督 约翰呢 约翰一开始就很学术性 太初有道 好像柏拉图开始讲学 一开始就达个哲学名词出来 logos 听的人 马上就要省定些 昨晚不够睡也好 现在都要坐直些 约翰福音介绍耶稣呢 是从一个很特别的角度 来到介绍的 他告诉我们 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不是一个圣人 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属灵的超人 耶稣不是一个人这么简单 耶稣是道 耶稣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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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成为人 但这件事情在人类的历史上面 是从未曾发生过 也都以后再没有发生过 所以有一个困难 那困难是什么呢 就是你和我今天要去认识耶稣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是会借了一些我们熟悉的观念 来看耶稣 比如我们唱很多英文流行的福音文歌 我们就借了一些老友的字眼 情人的字眼来唱耶稣 耶稣就好像成为了我们的老友 成为了我们的情人 我们总是要借一些熟悉的观念 来去解释一些我们不熟悉的事物 这是我们认识的开始 你教一个小朋友认识 太阳像什么呀 你马上会用一个熟悉的方法 来介绍他认识太阳的形状 太阳像橙 那两个东西其实完全不关系 撕开太阳里面有没有能吃的呢 有没有问错问题了 耶稣基督独一无二 在人类的历史上面 只有他是神成为人 你和我今天不能够避免 用很多我们熟悉的观念 来到去认识他 但是我们要很小心 以前去中国传道的宣教士 他们入到去内地 四川等地的时候 他们传耶稣的福音 他们很小心 他们说我们不想中国人 只是随下神主牌 随下菩萨 随下欲皇大帝 就换耶稣像上去 你明白他的意思吗 天主教会是这样做的 天主教会很成功 去到每一个民族当中传福音的时候 第一样东西 你找出了那个民族信什么神 有什么圣人 如果他来香港 想想想黄大帝 黄大帝等于哪个呢 黄大帝等于摩西 于是圣黄大帝 摩西 你读爱尔兰的历史 你发觉 爱尔兰很多的圣人 很多这些传说 全部基督教化了 于是出现了一个叫Caltic Christianity 圣经和我们没有错 用一些我们已经明白的方法去介绍耶稣 不过很可惜 今天我们对圣经用的方法都不是很了解的 因为圣经用的方法是用旧约的方法 是用犹太人所熟悉的观念来介绍耶稣 刚才我们说的马太福音就是这样说 大帝的子孙 阿伯拉罕的后裔 耶稣基督的家谱 可怜我们外邦人的基督徒 我们大帝也不太熟 阿伯拉罕也不太熟 连唯一认识耶稣基督的途径都断了 只能够用我们的黄大仙 观世音 土痛的求他 那类 阿拉丁神灯 全部都出来了 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要很小心 若汉用希腊哲学的观念去介绍耶稣 他想要说的真理是什么 耶稣基督是独一无二 整个宇宙里面只有一个logos 因为这个是宇宙的结构的锁匙 没有第二条的了 耶稣基督的身份都是这么特别的 你要认识他 你要谦卑的 谦卑的意思是什么呢 不能够按你的喜好 你喜欢他是怎样就怎样的 有些人拍拖很霸道的 他列出责偶条件 我已经奉献自己给上帝了 我就会全时间侍奉的了 所以我选择老婆 懂得弹琴 懂得查经 懂得带小组 我没有时间讲道 或者病了他就懂得上帝 跟我顶着当 你选择女传道 你不是选择你的太太 你请女传道可以这样请法 但你找太太不行 你找太太怎么找法 我很想认识一下你 我可不可以请你吃饭 吃饭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的家庭背景 你要虚心下来 你喜欢吃鸡 你喜欢吃猪肉 你不能说 跟我拍拖一定要吃鸡 我只喜欢吃鸡 你养一只狗也不行 你养一只狗也不可以 我带一只狗回来 你也要尊重一下他 他不喜欢跟你玩的时候 他会生气 他会咬你的 人比狗更高 所以你和人来往的时候 你要更加谦卑 比你养狗更谦卑 你有机会找到一个好的朋友 找到一个好的终身伴侣 你对主耶稣的态度是怎样 你是用一个养狗的心情去对待他吗 你用一个对人的心情平辈地对待他吗 不是 就等于好像今天突然间 我不知道现在香港应用什么例子 彭定康的广督请你去他 他的广督府那里吃饭 你又说现在不是 现在不流行说他 OK 周南 新华社 突然间请你去新华社吃饭 你去到你不会随便说话 你去到你不会 Hi Mr. Joe 你不会的 你很恭敬 你等他告诉你 为什么他请你吃饭 什么话题 你洗耳恭听 你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你用什么的态度 你怎么去认识他 耶稣基督是独一无二的 你不能够用你以前的观念 我认为他是黄大仙有求必应的 我认为他是观世音菩萨够苦够难的 我认为他是阿拉丁神灯要的时候 拆一拆他出来就说 有什么吩咐我和你做 耶稣不是这些 耶稣基督只有他才是神成为人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 我们需要传一个谦卑的心 很多时候我们来读圣经 特别我们来讲耶稣 我不是讲全福音 我讲基督徒之间 谈论我们的主的时候 我们有hidden agenda 什么是hidden agenda 我们有我们自己想达到的目的 最近弟兄姊妹不是很信服 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如何信服 不是不对 但是你不是拿耶稣来做阿拉丁神灯的 你不是拿他来 serve your own purpose 是吗? 你不是拿他来去满足你想要达到的目的 刚刚反过来 你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你要问主我怎样认识你 你是怎样的主 我认识你的时候 我应该用一个什么的态度来认识你 我再说主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你不可以用普通的观念 他就等于是这样了 你不可以这样对他 你这样对他就等于你对你的未来太太说 你也等于我以前在乡下认识那个妹头 你一把刮下来以后不理你 我就是我 你要认识的是我 人上且要求那么高 何况我们的主 你来到主的面前认识他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 我们很小心 是他决定我们如何认识他 不是我们决定我们如何认识他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神成为人 这件事是想不通的 你说神突然间出现在人间 很多传说都是这样说 中国的民间的宗教都有很多这样的传说 神突然间出现 用人的样子出现 出现完之后 金光一闪 马上不见了 这个很容易明白 但是耶稣不是这样来到这个世界 耶稣不是突然间出现 好像做一场戏 圣经记载 因为他出生在马祖 你如何能够想象到 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他竟然成为一个手无穿铁 换片都要马利亚 不懂自己换的 圣婴不会说 我赖了 我自己来 耶稣不是魔术师 耶稣不是一出生的时候 什么自己会做 他从孩子开始 有几多人在家里 你凑过孩子 你就知道 软弱不堪 马丁路德说 看啊 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 在这个马祖里 一个婴孩的形象 多么卑微 多么软弱 你说魔鬼要杀他多容易 不用找人 找一只牛来撞一撞 撞一撞 撞一撞 马祖滚到地上 脑冲血 已经可以去的 上帝竟然肯冒这么大的险 成为一个这么软弱的婴孩 来到我们中间 但是丝毫不减 他是上帝的儿子的身份 我想不通的 所以我说 为什么我们要谦卑 就是用我们普通的观念 多卡通的观念 多想象力丰富的观念 我们没办法能够想得通 耶稣基督是如何神成为人 道成为肉身 不是我们去想的 这个是一个事实 放在我们眼前 好像你计算 given是什么 一开始你计算 第一件事你要问 我计算了 有什么是给了我的呢 given 我做些东西 我很怕计算 你不由given开始 你不由给了你的事实开始 你永远计不通的数 我要问这个given 后面是什么 我要解释耶稣 怎样又是神又是人 你解释不了 这个不是我们人既有的观念 不是我们熟悉的事实 这个是一个破天荒 从未发生过 也从来不会再发生的一件事 这个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虽然你说我们来认识他 regent神学院在温哥华 一位神学教授 J.I. Packer 在他写《认识神》那本书 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看这本书 有没有人看过 knowing god 有没有人看过 记得他最言怎么说 我记得封面很漂亮 James Packer说 他说我现在要去写 关于认识神 就好像在英国那些剧团 一个小丑 他说我现在要去扮Hamlet 如果你没有英国文学背景 可能你不明白他说什么 Hamlet是沙士比亚的剧当中最难演出 Hamlet是哈姆雷特王子 丹麥的王子 拿着骷髅头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最崇高的演剧主角的位置 不知道中国应该怎么说 是不是演帝女花 就是不自量力 我们说要去认识耶稣基督 实在是不自量力 我们没有任何的工具 我们没有任何的途径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先例可换 来帮助我们去认识 所以经常出问题 为什么教会一直有这么多异端 那些异端全是用了我们既有的观念 来去认识耶稣基督 这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 人和人之间有很多误会都是这样产生的 哎呀我以为你扁一下嘴就像我妈妈那样骂我 我怕了 不是我扁一下嘴跟着我笑的 你要重新认识一个人 你要重新认识耶稣基督 你要放下很多的成见 你来到主的面前 你要放下很多你的问题 你要虚心来到认识他 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份 他是一个怎样的主 是我们从来没有机会见过 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没有parallel 没有平衡的例子 没有另外一个好像他这样 没有神成为人 独特的我们说 unique的 唯独耶稣 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说 只有他是这样的 没有第二个 你说我们今天要来到认识他的时候 弟兄姊妹 我们要很小心 我们要很小心 所以 如果不是主自己来到 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真的没有机会可以认识他 如果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沉默地走一趟 那你真的对他很大误会 以赛亚书53章就是这样说 他受鞭伤 他受责打 我们以为他被神击打苦代了 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这个我们以为那知 那个就是个误会 是吗 他无佳形美容 我们没有任何羡慕他 谁知道他原来就是荣耀的上帝 很多的误会可以产生 我们需要小心 认识耶稣基督 以他为我们认识的主 你认识他的时候 不是从你自己做出发点 这个很难 这个很难 所以早堂说这些可能好过晚堂 晚堂你很累 早堂我希望你还没睡醒 我讲个故事 或者你就会明白 这个都是一个古希腊哲学的故事 又是柏拉图先生说的 他说 你试一下想像一帮人 从小开始就被锁链锁住 在一个山洞里面 山洞里面 见不到外面的世界 见不到蓝天白云 见不到太阳 只有山洞里面 对着一座石壁 在这帮人的背后 有一堆火 这堆火烧起来的时候 就有光发出 就将这帮人的影 投射在这个石壁上面 明明那幅图画 这帮人被锁链锁住 所以他们不能够转头看到那堆火 更加不能够走出这个岩洞之外 他们的一生 他们又能够认识的事物 他们能够知道的东西 就是这个石壁上面的黑影 对他们来说 他们的生命 就是一堆的影 shadow 原本很有意思的 不过我不是跟你解释帕拉图 我跟你解释圣经 所以我只是借这个故事 帕拉图先生继续讲下去 但是有一个人 其中有一个这样的人 他的锁链竟然脱开了 于是他站起来 他转头一看 哎呀 原来我们一直以为真实的这些影 只不过是后面的火堆的火光 将我们的身体投射上去的影来的 影来的而已 你们不是真实的 不但这样 他还走出岩洞之外 一走出去 外面是艳阳天 很漂亮的太阳 你说要光啊 你说要热啊 这堆火算得什么 太阳才是那个真正发光 真正发热的来源 这个人在岩洞之外 赞叹这个世界的伟大 也都感慨以前他所认识的局限 我不跟你讲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还没结束 还有下文 或者迟两天再讲 我给你看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和我今天认识我们的生命 都好像这帮人一样 对着一个石壁 看着很多的黑影 我们对人的解释 对自己的了解 是这样产生的 耶稣基督呢 就好像出到岩洞外面 你所见到的天日 那个才是真的 很困难 对人对自己的了解 不是由我们自己 在自己产生 是由认识耶稣基督产生 很困难 对神的了解是这样 对人的了解都是这样 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成为人 但对神的了解 我们容易解释 所以两三句说话 我们可以说 我们一直拜菩萨 我们一定拜我们心目中的神 我们以为我们的神高高在上 所以刚才是什么 我们说我们的诗歌要穿过天花板 才去到他那里 不是 神是无所不在的 神在我们中间 怎么认识神呢 不是凭我们的想象 不是凭我们的传统 不是凭民间的宗教 不是凭我们的敬虔 是凭耶稣基督的启示 他告诉我们 神是怎样的神 神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神 神是那个来到我们中间的神 神不是那个 整天都军临天下 拿些荣光搶死你那种 神是可以来到谦卑成为一个人 成为一个木匠拿撒勒出来的 这些全部和我们一直以来 对神的观念很不同 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生在当日 有很多时候基督徒很恨 如果我是彼得就好了 如果我是安德烈就好了 我可以见到耶稣 我一定拜祂 未必 可能你说车 我以为耶稣不是这样的 梁彦成帝已经说得好 拿撒勒出来的就是什么 就是九龙城寨出来的 有什么好东西 没有什么好东西 你看不起他 贫苦大众 住在临屋区 那个是耶稣 你以为耶稣起码都要在一个礼拜堂 几百人聚会 然后穿着牧丝袍 你有个款 你对上帝有个款 这个款是你自己定出来的 这个款不是由耶稣基督去认识的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耶稣基督不单止是神 耶稣基督不是单单神来到我们中间 还是神 他是神成为人 所以人是什么呢 人是怎样的呢 我们怎样认识我们自己呢 都要透过耶稣基督 我们讲一讲 已经转了 如果你写着笔记 已经不是第一点了 我没有告诉你三点 我们开始讲 如何认识耶稣基督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讲到 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有个谦卑的心 你发觉你不是单单认识耶稣基督 你透过认识耶稣基督 因为他是神成为人 所以你是认识神 同时你又是认识着人 这个很重要 今天你和我对自己的认识和了解 我们有很多的理论 你读一下大学的时候 你读一下社会科学 佛洛伊德有佛洛伊德的理论 什么容格有容格的理论 另外有什么social psychology 有这些大堆的理论 今天的社会告诉你人是怎样的 人是永远青春的 你看这广告就知道了 性很重要的 压抑性欲就不行了 这些是否我们对自己真正的认识 有时潜移默化 被我们接受了很多我们周围的人 告诉我们 神是怎样的神 人是怎样的人 我们忘记了作为基督徒 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标准 认识神的标准 认识神的标准 认识人的标准 耶稣基督我再说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他是神 神成为人 他不是神出现在人间 他不是人超凡入圣 分不分得到? 不会太深 他不是神出现在人间 出现片时 消失了 他是神成为人 真真正正的上帝 有真真正正的人 真正的上帝 所以你要认识上帝吗? 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 你认识上帝 你要认识人吗? 什么是真正的人? 我就是真正的人 不是 我们是残缺不存的人 我们是被罪恶侵蚀的人 我们是软弱的人 如果你说人是100分 我想我们大概都是五六十分 可能有些是三四十分 有些比较多的 有些比较多的 只有耶稣基督是百分之一百的人 你唱圣诞歌 齐来崇拜 其中有一节 那个是从信经里面出来的 从古教会的信仰里面写出来的 真神之真神 真人之真人 耶稣基督在历史上 他的身份是很特别的 特别在哪里呢? 你要认识神 你要在耶稣基督身上去认识 你要认识人 认识你自己 你同样要在耶稣基督身上去认识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很多人真的以为性是很重要 今天在香港 人欲横流 哎呀 你说没有性 那就是不是人 耶稣基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没有结婚的 他不完整吗? 不是 他跟人来往 很自然的 跟他的门徒来往 十三条大汉出入加利利 不是同性戀 他跟一些妇女来往 性结公开 就算妓女用头发擦她的脚 很噁心的 有些法理错人都不抵得 那你给她见了 耶稣基督坦荡荡 君子 耶稣基督不是一个追求 像今天社会那样说 要有sexual fulfillment的 人 百分之一百的人 不是今天这个pornographic culture 告诉我们 一定要天天都要看着那些肉 才能过到日子 今天我们的人性是扭曲了 今天这个社会被我们对人的观念 对自我认识的观念是扭曲了的 是degrade了的 是降了格的 不是上帝创造我们时候 那个神的形象样式 耶稣基督 腓立比书怎么说 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来到这个世界 他活出一个完整的人生 你要认识你自己吗 你要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 那什么是重要 什么是次要吗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 告诉你的是对还是错 你只有一个标准 耶稣基督 所以你要认识他就是这个意思 认识他 不单止是认识一个第三者 不是单单认识一个跟你没有关系的 他是耶稣基督 我是我 不是 你认识他的时候 你认识神 你认识神的时候 你同时 因为认识耶稣基督 你认识你自己 这个在神学上面很重要的 约翰家二汶跟我们说 the knowledge of God and the knowledge of man 是在一起的 认识神 认识人 分不开 事但一样拆开了的时候 异端出现 求主帮助我们 你们定了一个很高的题目 认识基督 不是我们想象一下耶稣的样子是怎样的 不是这样的 你认识的是一个 或时代历史的真理 是上帝在人类的历史当中 只有一次是这样发生的 就是神成为人 你要认识这个真理 这个道成肉身的真理 不简单 一点都不简单 要尽我们一切的力量 来到去认识 不是躺在那儿 很舒服地听一些soft music 自己轻飘飘地说 很熟灵 不是 有人说 耶稣基督的身份 神成为人 这个事实 将我们能够想到的东西 都爆炸开来 你的 mind 你的 mind 可以explode 想不通 但这是一个事实 摆在我们的眼前 耶稣基督的而且确 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上 你说你要去认识他 你开始明白 这一个工作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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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一个人 追求成性 追求到一个地步 神的灵充满他 很熟灵 神成为人 你说神来到演场戏 不是 这些全部是异端 神成为人 是什么 你开始问得好 你懂得问是什么 你知道你自己不懂 你不是说 我懂 我知道 其实就是这样 一其实就是这样 你已经将它 reduce 到 简化到 不知是什么的程度 圣经很尊重 这个事实 整本的新约圣经 环绕着耶稣基督 神成为人 这一件事 解释给我们听 上帝预备这件事 预备了多久 整个旧约历史这么久 在旧约里面 放下很多的线索 好像你看证探小说那样 一直看的时候 有很多线索你要记得 这个线索是帮助我们去 认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是让我们明白上帝 又让我们明白自己 因为祂是神成为人 但不单止是这样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 耶稣是神的儿子 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人 活了三十多年 受死 复活 升天 升天 它是带着人的身体 人的身份升天的 在历史上面 你会看到 耶稣未曾降生之前 三位一体的上帝 圣子 未曾成为人 但耶稣基督升天之后 三位一体的上帝 圣子 现在就是神 又是人 这个奥秘是想极都想不通 想极都想不通 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你和我需要把握 在新约的时代 刚才我们讲很多希腊的故事 讲柏拉图 讲哲学 新约的时代 当时的人 他们怎么看人生 怎么看这个世界 有时跟我们今天教会都挺相似 他们看这个世界是腐败的 看这个人生是不幸 看这个肉体是一个监狼 灵魂是最重要的 灵魂是不死的 灵魂是不灭的 请你留心 圣经从来没有说灵魂不死 圣经是说身体复活的 这两件事很不同 又是差一点点 当时的人 他们认为人世间的东西 是不永恒的 是短暂的 所以没有价值的 你怎么捱过这几十年 而是永恒的天家 那个是最重要的 这个不是只是基督徒说的 柏拉图都这么说的 希腊的哲学家都这么说的 但是新约圣经 怎样来到宣布 耶稣基督的福音 新约圣经说 神成为人 不是只是成为人 度成为肉身 诸文这个翻译 我们今天听起来没什么特别 但是当时一个炸弹 肉身是腐败的 身体是污蔑的 肉身是一个监奴 人超凡入性的人 那些有道行的人 那些肯熟灵操练的人 那些身体都是不紧要的 苦修的 所以那些可以辟谷的 不吃米的 那些不需要坐上去 塔顶的时候 四十天都不用下来的 身体是他们轻贱的 但是圣经宣布 上帝来到成为肉身 而且上帝成为人 耶稣基督这个肉身 这个身体 耶稣基督这个人的身份 在他复活升天之后 是永恒上帝圣子 这个神人义性 我说了一些很深奥的字眼 你听清楚一点 永远圣子都是神和人一齐 即是说耶稣那三十几年 那根源在哪里 那根源就是永恒才重要 这一生 这个驱寒 我在这个人世间所做的事 慢慢会蒸发的 谁说的 你自己说上帝没有这么说 圣经没有这么说 圣经说神成为人 神来到人间 神在人类的历史上面 做了三十几年人 然后他没有放下这个人的身份 你留心听清楚 他没有放下这个身份 翻上去天上做神 这个不是道成肉身的真理 道成肉身的真理 告诉我们 上帝没有看这个人世间是肮脏的 上帝没有看这个世界是凡尘 是不要沾染世俗 上帝来到人间 上帝成为人 甚至希伯来书说给我们听 他凡事受过试探 受试探 好像你跟我一样 上帝进入我们的历史里面 直接间接 撤破魔鬼撒旦的方法 魔鬼撒旦引诱我们 不要紧要的 你坏一阵间 你撒一轮 你的生命 腐烂少少 这些是过眼云烟来的 错了 祟姊姊妹错了 你的今日 你的一分一秒 在永恒里面 原来我用多个英文字 count 你明白个意思吗 重要的 有意义的 耶稣基督的一生 不是在他升天的时候就放下 以后那个还那个 耶稣还耶稣基督还基督 这个是自由神学的说法 耶稣基督分不开 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 成为人 三十几年在地上所活的 是成为他作为 圣子的身份的一部分 清楚告诉我们 在永恒当中 我们这几十年 重要的 重要的 你不要这么轻易放弃 你不要这么轻易将他 双手奉送给魔鬼 你不要中了魔鬼的鬼 告诉你 撒一阵 没有所谓的 在永恒里面 两年算得什么 算很多的了 你跟我分一分钟 活的日子 比耶稣 double的 没有人打算33岁死的 你说我66岁就差不多了 不止希望七六八十啦 你不要中了魔鬼的鬼 魔鬼骗我们 告诉我们这一生不重要 这个世界过眼云烟 似是如非 又扭曲了圣经来说给我们 这个是上帝所创造的世界 这个生命是由上帝给我们的 上帝要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 荣耀祂 为祂而活 我们不会过一分一秒 是上帝的恩典来的 不是我们可以随便去打法的 基督徒不应该有消遣这两个字的 又不应该怎么打法时间 好像我很多时间 怎么算好 这是魔鬼的引诱 魔鬼告诉你 无所谓的 一两年 就算十年八载 不要紧的 第一个很容易骗你的地方 就是我临死才信耶稣那种 临死才信耶稣那种 临死才信耶稣那种 是骗到你绝的 信耶稣只是将来的 死了之后的 今生完全是无所谓的 完全跟你没关系 为什么耶稣搞成这样的吗 耶稣给我们的永生是从今天开始的 他可以抢了你的今生 他说你临死那一刻信就可以了 你都不知道你临死那一刻有没有信的 你坐屯门公路的车进来 你很明白了 屯门公路要车禍呢 没有说等等 我想信耶稣 求主帮助我们 耶稣基督的身份 是一个锁示 Logos 认识上帝 认识我们自己 耶稣基督神成为人 这个事件 我们有很多地方要去学习 但是最清楚的 我们开始来看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 活着就是基督 这个活着 每一分 每一秒 重要的 重要的 很多时候我发觉 弟兄姊妹 让撒旦 牵着我们的鼻歌走 还冠以很熟灵的口号 有时听起来是心酸 主耶稣的一生重要 在永恒的神圣的三位一体里面 他没有放下到他的人性 他没有negade到他的human life 他没有放下他成为人的这段历史 很清楚给我们看见 你和我的一生 在上帝的永恒里面 有一直为止 不要乱地来 不要乱地来 有很多时候我们被魔鬼压 今生没什么所谓 最重要是永恒 我得了够了 偶然撒两下 将来 看回头 永恒和两年比较 这两年就是少过什么 你说的 圣经不是这么说的 爱色光阴 现今的世代邪恶 下面那句怎么说呢 又不会的 不要作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作糊涂人 一个糊涂人 就是被魔鬼拉着鼻歌走 以为自己懂圣经 其实被他欺骗了 从耶稣基督 道成人生 这个真理来看 我们的一生 在神的手中 分秒别增 放在神的手中 为祂而活 给祂用 是祂的 不是我的 没有说 撒一阵 没有所谓 小心 但是更加重要的 你留意 耶稣基督 神 成为人 祂来到 做一个人 祂的生命 活出来 不是为祂自己而活的 耶稣基督的生命 来到人间 祂活这三十多年 祂不是一个 祂自己在那树生活 那么简单 祂来到为我们而活 很特别的 这个是福音里面 一个最深的真理 我们很少 很少会完全掌握 因为也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 所以说的都不明白 祂是祂 我是我 最多祂帮我 是吧 我们常常都这样想的 祂聪明 祂威 祂全能 祂帮我 不是 圣经说给我们 就是我们在基督里 你读保罗的书信 这四个字很清楚 在基督里 英文圣经说 in Christ 不是说基督帮你 是说你在祂里面 你说是这样说一下而已 不是这样说一下 对不起 不是 不是隨便这样说一下 如果你这样读圣经 就惨到 你不读好就读 因为你不读 你就知道自己不懂 你读了以为是这样说一下 你以为自己懂 其实什么都不懂 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说 是基督的生命 包住我们的生命 在祂里面 是基督的生命 承托我们的生命 是基督的生命 将我们的生命 带到父神那处去 我举几个很简单的例 或者希望你会明白 时间不容许我们太长 祈祷 祈祷 祈祷是什么 祈祷是我在上帝的面前 扭到得为止 错了 耶稣说得很好 你们没曾祈求以线 怎样 会背 不过客气 因为是谦虚 你也背 你们的天父 已知道 你们所需要的 不用断 不要像外邦人祈祷 那样以为 里面说了 必梦谁听 这一句真的 我们听经常都学不到 所以我们祈祷很仔细的 上帝说祂烧到103.5 很具体 但是上帝不是不知道祂发烧几度的 如果上帝有个call机call你 祂现在退了一点点了 102.7 上帝知道多过你的 祈祷是什么 你不要忘记 耶稣基督今天 祂在天父的右边 替我们祈祷 你的祈祷其实是 放在耶稣基督的祈祷里面 是祂的祈祷包住你的祈祷 所以你祈求你可以放胆祈求 我祈得不合神的心意 那就不错 耶稣基督的祈祷 将你的祈祷包住 你那些不合神心意的祈祷包住了 到了神的面前的时候 耶稣基督为我们祈祷 那个是真的祈祷 那个是太阳 你和我祈祷 其实就是 你和我祈祷 就是牙牙合羽那种祈祷 圣灵用它说不尽的探色 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祈求 我们是给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大祭司的祷告 圣承托着我们祈祷到神的面前 你可以很放心的 我们的敬拜都是一样的 我们的敬拜不是我们做场show给上帝看 我们做场戏给上帝看 我们事奉好努力给上帝看 不是 我们的敬拜是什么 我们的敬拜就是好像坐的士一样 坐的士 耶稣基督接我们到父神的私恩宝座前面 有些人坐的士坐得很傻的 坐的士的时候他要挽住自己的行李 拔住了 还要在的士里面一路走一路 走一路帮忙 不是 你坐在那里 耶稣基督 他的生命 耶稣基督 他成为人 他为我们而活 为我们而死 为我们复活 为我们升天 这个意思是什么 他载住我们 他背起我们 将我们完完全全带到父神那里 道成人生 他来到我们中间 他能够 好像来接我们一样 我很喜欢这个比喻 你今早叫我驾车来学福堂 哇 找到我冷汗都飙了 怎么进来的 如果我早点看到地图就可能容易一些 不是啊 李先生 我开车来接你 那我就很安乐 是不是 我不需要找了 我又不需要昨晚睡不着觉了 我不是怪啊 何止乔弟兄没有 他昨晚找得我好辛苦 他都睡不着觉了 我只是做一个比喻 我只是做一个比喻告诉你 耶稣基督 不要走 当然是这样教你的 我不知道你试过没有 慢慢走 你真的以为真的慢慢走 因为他慢慢走可能很快 一会儿就走得很远的了 你跟他吧 他很聪明 他不等于你聪明 是不是 他聪明而已 他一直走上去 气都不喘 那袋水从来都不用喝的 你已经三罐气水了 你整个肚子都大了 就去气寒气喘 跟着走上去 他聪明跟你没关系 他帮你了 鼓励你在旁边 你都很辛苦的 你都不行的 最好是怎样呢 背你 你明白了 耶稣基督神成为人 来到我们中间 他来背我们 他是我们的大祭司 他来到我们中间 但他将我们带到父神的面前 不是看我们是怎样的 他的生命 包住我们的生命 他的一生 包住我们的一生 教父讲得好 早期教会那些长者 他说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取了我们的生命 Assume了我们的生命 用一个很古老的英文的说法 他又医治了我们的生命 他拿起我们的生命 他自己活出来 在他活出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他医治好我们 不单止医治我们 他将我们带到父神的私恩宝座前面 他来到成为人 不单只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 是重要的 小心过我们的每一刻 他来到我们的中间 他将我们 接到父神的前面 不是你和我在那里挣扎 不是你和我在那里挣扎 你坐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坐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在基督里 你的生命会改变的 你一定要改变的 而神的恩典 因为你在他里面 他会改变你的生命 这是我们接着的两堂 我们要看下去 但要我们开始的时候 要记得 我希望今天我说的 不会太过深 以至你莫名其妙 你可能很陌生 你未曾这样听过 或者你不是这样 平时去认识耶稣基督 但我希望你明白 耶稣基督 神成为人 他的身份是独特的 不是我们可以随便 拿一些观念借过来 就是等于什么的借 你要从身开始去学习 天卑 耶稣基督 神成为人 不单止是我们认识神 那个唯一的道路 也是我们认识自己唯一的标准 耶稣基督是神成为人 他被我们见到 这一生 几十年 对他来说三十多年 很短的 有多少人已经过了十八岁 我不用你举手了 如果你只有三十三岁 你已经过了一半 很快的 但是这么短的生命 那么好像不紧要的时间 紧要的 紧要的 神成为人 是被我们见到 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他里面 你和我的生命 就有把握 在他里面 所以活着就是基督 不是活着为基督 活着为基督就是 基督的士在走着 你就开一辆单车在旁边 在他里面的生命 他的祷告 他的敬拜 他是你的救主 你是属于他的 他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在他的生命里面 再分不开 好像很深奥 但其实 也很实在 很实在 你做个基督徒 是这样做的 不是自己 汗流满面 死追死追 你在他里面 你非常有把握 这个 亦都是他来到我们中间 神成为人的真理 一个很重要 给我们的提醒 明天我们会看到基督的十字架 我只有一个警告 就是奋足精神 要不然 你又会说 我以为你是说那些东西 我希望你 用心 让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的事情上 准确 好像我们唱诗一样 唱低音 唱高音 很不同 我们同心祈祷 圣灵我们求你 开我们的心 使我们明白 圣经的真理 求你给我们 有一个谦虚的心 让我们在你的面前 我们真是倒空自己 让你成为 我们的一切 主啊 我们在无知的当中 你是我们的智慧 我们在软弱的当中 你是我们的力量 事实上 你是我们的一切 对你以外 我们别无所有 但愿我们的生命 真的能够在你的掌握当中 活着 就是基督 当我们这样 当我们这样认识你的时候 让你的真理 改变 我们的生命 让你的真理 成为我们 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求你随听我们的祷告 你继续恩代 带领我们这几日 安静在你面前的时间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们